六月上旬多伦多 今天说两句我的熟维草 Catmint Catmint翻译成中文是 薄荷 或者是我们常熟悉那种 薄荷家族的 一元 熟维草和薄荷 是近亲 是一个family的 开花也像吧 都属于纯形客 就是这个花呀 是纯形的 有个大嘴唇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品种 朝风引蝶 刚下完雨 如果是晴天的话 这趴满了风子 这个看上有点特殊 特殊品种是去年逃换回来的 Azure Snow 开花有一周多了 你看从底下开始 下面已经 开败了 上面还 正荤 无论是熟维草 还是 猫草 Catmint 薄荷 薄荷我们都知道 叶子是有香味的 熟维草一样 是不是都属于Herb 或者叫Herb 好香啊 它的香味 不是茉莉花那种香味 不是月季的香味 是草药的香味 其实这里还种了一个一年生的 Sovia 就是她 他们俩可是近期 看看 中文叫它一串红 以前拍它的时候 有朋友留言了 说 小时候吃过 里头是甜的 谁尝尝 出于好奇 我也闻闻 叶子没味 这是一年生的小花 刚刚种下 这一大家子的小花 不仅仅花旗长 特别像一串红花 一直开到霜洞 没闻没了 开花机器 名副其实 除了这个开花时间长以外 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耐汗 特别耐汗 你看我买来这么一点点小的 买来以后没浇过水 当然是靠雨水 有点雨水 他买来的时候 栽种的时候 发现底下的根就很发达 说明他的根能扎得很深 帮助他耐汗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容易扦插 容易越来越多 越长越多 这一大片 你看我这种的小牌 让他花后 我剪枝的时候 除了剪掉花以外 我多剪点叶子 扦插 他们的繁殖方法 还有一个更常见的 就是分根 你看去年我买了一大盆 五块钱买了好大一盆 春天地栽的时候 把它分成了三份 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除了他花旗长以外 他可以复花 一年生都不说了 他就不停 就谈不上复花 多年生的 他开完花以后 剪掉 他会长新枝 就说现在吧 你看这个 这是去年 天气暖和的一生长 就看见花枝了 四月份就看到花枝 现在六月上去 这是新涨的一波 小牙 我我剪过吗 新涨的一波上 你看见没有 有花包了 去年忘了什么时候 买回来的 十月份 买回来的时候 买回来的时候 已经没花了 我就把它修剪了一下 大盆其修剪了一下 很快入冬前 上双冻之前 它又开了一波 虽然不是很多 不像现在这么多 但是给人感觉 哇春天又来了 来得这么早吗 仔细看旁边的这个 看这个 或者是它花开不断 你看藏在地下 这波完了就是它 它完了就是它 我也没给它上肥 当然了 这个地方的土还不错 还算可以 不是焦泥土 是比较好的地标土 阳光充足 几乎是全日照 你看我把那个月季 都放到这旁边 说了这么多优点 有缺点吗 除了颜色单一 现在有红的 发红的 Costco有卖的 我跟大家做过视频 大街上也看到有红的了 很漂亮 Catmint 薄荷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在条件合适 情况下会自剥 会自剥的植物 它再漂亮 都让人烦 都让人操心 闹心 幸好呢 幸好啊 你看我邻居家 这是住在和邻居家的 旁边 邻居家是草坪 我这个外头也是草坪 它如果出现自剥的话 我首先是想 看能不能控制 通过定期割草 把它小苗除掉 就不会有问题 通常是安全的 如果它要是泛滥 感泛滥 我就要想办法 马上把它颤除 而鼠尾草相对干净 我还没听到有 不好的留言 不好的评论 别看是尽心 每一种花 都有自己的个性 好了 鼠尾草和薄荷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